整个异响,白月光登场,无少风神BGM,你最劈腾哪个呢?第一首《红之间》 作为《爱情公寓》里,这出现过一次的插曲,却能做到让人听到就带入的程度 《爱情公寓》是多少人的白月光了,现在仍然会被宠伤无数遍 每次听到《红之间》,就让人想起丽子强的盗梗空间 一首悲伤的歌却放在了《醒天天》里 以前不知道为什么相爱的两人不能在一起,原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 她的人生不仅仅是有她,还有她热爱的东西,最痛苦的不是离开,而是还有遗憾吧 第二首《言伦》 歌曲异响白月光登场 《花千古》真的是白月光级别的存在了 白子花和《花千古》的师徒月恋,是谁还没有掉眼泪呢? 是戏里戏外都被试人诟病的他们,即使这么多年过去,再看到小谷死在白子花怀里,还是会哭得很惨 爱她的,为她而死,而小谷爱的却一心想杀了她 《花千古》每个人都没落着一个好结局,简直就是毕业美学天花版了,第三首《偏爱》 《青剑》的音乐真的无敌,听到这首歌,你们想起的是什么呢? 是戏长青和子萱三生三世的月恋,在最后的她招若是同理曲,此生也算共白头 《龙鬼》为了自己的哥哥再次一身训诫,弥补了千年的遗憾,今天用自己的生命换得天下人,本来是天下人的后劫,却只死了永安大的三个伙计 再没有学会离别的演技,看了太多离别 第四首《如果爱忘了》 金无封永远不会牵挫木之琴的手,小时候被爱情睡醒了硬控,长大了依旧会被硬控 只能很爱看假面舞会那段,宋面感真的太绝了 古早偶像剧的海边公主YS冷脸难住,00后小时候吃的那都是细糠,第五首《爱伤》 如果谁最适合这首歌,那一定就是东宫的虐恋,极致的逼意就是从头到尾的死局 在李承宜的心里,小峰究竟诗得的七还是齐呢? 我一直以为死人的嘴才是最严的,直到我看到了陪照,最痛恨的是小峰先想起来的 李承宏一来,李承宏一想起来的太晚了 解离就是最大的一蓝瓶了,天杀呢? 原来征嬛给幻逼复光剂竟还有另一层寒意 在沈梅庄被设计甲运争宠后,安玲蓉在宫里备受挫折 征嬛在这个时候还是胜处加深的 加之幻幻和安玲蓉也是情依在的 所以安小鸟就有多次暗示幻幻想要成宠 而幻幻为了对抗华菲,也想扩大自己的队伍 随后幻幻就想着把安玲蓉拉进这个战队 就在一个风和日丽的月子,给安玲蓉好好打扮了一番 拉着她的御花园唱曲,吸引四大爷的注意 主打的就是一个氛围感 后面安玲蓉也是成功得到了四大爷的清新 安小鸟得到赏赐后,就给安玲 送来了两件,浮宫锦衣衫 环蓉的本来目的就是想要拉安玲蓉一起去对付华菲 没想到小鸟后面一句话就给皇后恶心到了 还有两件送给了皇后和华菲 众所周知,在环蓉引见安玲蓉的时候 可是正面得罪了华菲的 这点可就不太真诚了,悄悲的给深居高位的两人送完礼 甚至还有一个是皇后的禁笛 回来再给自己的姐妹说,这不蠢蠢被刺呢 安玲蓉这个时候没有明确的战队 在前面送完浮宫锦回宫后的一番话也表明她就是一个高傲的人 不想聚于人下 甚至觉得如果她努努力,其他的人同样也干不过她 自立门户就是她的最终目的 皇后只是引见她的跳板罢了 甄环把浮宫锦给幻璧 一方面是幻璧说小鸟坏话,被自己批评了 怕是爱幻璧迷感的神经 另一方面就是小鸟心思不成 被刺脸上谁看了谁不生气呢 对比环环扶持的纯二 那才是真正想要战队甄嬛的态度的 其实在甄环传里 环环不单单引进了安玲蓉 还引进了纯二 在纯二成宠后 把得了的赏赐全部都拿过来让环环挑选 这意思也就更加明显了 安玲蓉后面投靠遗袖 也是想着背靠大树好称凉 而且这个时候甄环的战队已经容不下她了 她又有把柄在遗袖的手中 得了甄环的好 也不愿意得罪华妃 所以说在福光姐这件事上 真的是冤枉了缓缓 内于近五年 暑假档现象其他暴剧 哪不是你心中的天花板 一 2024年唐朝鬼是录制西行 要说24年暑假档 那可是反响平平 唐鬼西行作为黑马杀出重围 说她是今年暑假档的榜首 应该没人质疑吧 剧情制作都正常的可怕 就是一部不拿观众当傻子的剧 作为一部群像剧 唐鬼里没有配角和主角之分 只有阶段性主演 而且孵化道方面也参考了唐朝的风格 真正给观众呈现了一个盛世大唐 演员们演技在线 每个角色都有独特的近一点 那是一点都不会脸盲的 唐鬼西行真的做到了高开奉走 打破了内余的续肌魔仲 现在唐鬼制作团队正在筹备第三季 期待唐鬼长安的上映了 二 2023年莲花楼 霸榜12个月 莲花楼的长微效应 简直想都不敢想 70万人打出8.5高分 从编导到演员全员上桌 诚意主演的莲花楼 无疑是去年暑假当的大爆剧 抛开了情情爱爱的剧情 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破案悬疑上 其中包含的武侠因素 又让它和别的剧有了差别 主演们在剧中的演技在线 打戏也是不在话下 主打的就是一个幸运流水 去去重去去 来时是来时 在那场盛大的阴谋里 死的只有李向寗一个人 三 2022年蒼兰爵 蒼兰爵可是当年暑假当的最强黑马了 看了剧后观众才懂了他的用心之处 剧组在最大程度上都让观众感到尊重 特效制作那也是一点都不拉胯 东方青苍和小兰花 因为爱和宽容融合了三界 带来了和平 爱让高傲者低头 让胆怯者勇敢 神女爱世人 谁懂看到小兰花自枪那一段 真的让人哭死 那场大战死的只有我的妻子 苍蓝爵不只有情情爱爱 还有心怀苍生大意 4 2021年周生如故 这部剧就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究竟是谁走出来了呢 意气风发的小男神王 明明尽心尽力的为朝廷做事 却被扣上谋反的罪名 十一本来可以做南城王府快乐无忧的十一 最后却在城墙一跃而下 南城王府无一人生还 情和催世无一人圆满 虐到极致的剧就是悲 5 2019年陈情令 19年的夏天就是独属于陈情令的 陈情令到底是多少人的白月光呢 在暴剧品出的19年 还能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陈情令的地位可以说是没人能撼动的 毕竟夜出两个领流那可不是吹的 这部剧是每次看都会起鸡皮疙瘩的程度 处处都是遗憾 魏无羡真的把不可为而为之这条家规 遵守到底了 狼王机问零十三载等一部归人 真的疯神了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们后会有期 那么多简直